随着栽培技术的提升 让水稻的产量达到饱和 甚至有过剩的情况 这供过于求的状况 让部分农友仅能够依赖政府的收购 为了调节稻米的产业结构 加上活化修耕地 农会就辅导农民将第二期水稻转做杂粮作物 第一次是在雾峰市种小麦 农友表示这小麦不需要太多的水分 雾峰地区日夜温差也比较大 相当适合种植 加上采取放任式的管理 降低了农师成本 第一次的尝试算是相当成功 收割机不停的在田间来回运行 将熟成的作物采收完成 黄成城的卖浪景象出现在雾峰地区 为了调整稻米的产业结构 加上活化修耕地 农会辅导农友将第二期水稻转做杂粮作物 第一次在雾峰市种小麦 为什么雾峰这边也蛮适合的 就是因为我们这边的日夜温差 日夜温差对小麦其实也是很好的 对 跟水稻不一样是说 因为它初期它药水 可是药水就是稻田不易排干 所以完全都没有下过水 就只有这样子撒剥完之后 肥料基本下完就这样放任这样子 随着栽培技术的提升 稻米产量越来越多出现过剩的问题 加上进口杂粮太多 农会因此鼓励农友转做杂粮作物 而之所以选择小麦种植 一来是不需要撒农药 仅使用有机肥 加上利用水稻收割机便可采收 降低农市成本 第一次尝试种植 可说是相当成功 有三农地的更多方法 就是放任式的 只是给予 就是说你只有撒剥而已 其实也没有下农药 就是下了基本的肥料而已 基本的也是下了有机肥而已 就这样子 然后就等收成时间到 就这样子 所以就放任 所以为什么产量很少 就是说因为鸟息太多 农友表示 雾丰地区日夜温差大 相当适合小麦生长 加上小麦不需要水分灌溉 大约140天左右就能够收成 不过由于仅有少数人 在收耕其种植小麦 因此鸟食的情况特别严重 大部分的小麦都进了鸟儿的肚子里 也让农友的转种之路 增添变数及困扰 介绍专台中常报道 1.2.3的肚子里ότε面 材料 5.6呗 3.5呗 鸟名 6.6呗 7呗 8.4呗